11日,据北京法院审判资讯网显示 蔡徐坤名下6400多万元 底个人存款已经全部被冻结了 冻结期限为一年 原想到最近娱乐圈正处于茶税风波当中 很多艺人的账目都不明不白的 猝不及防就翻车了 且蔡徐坤还是清朗运动中的重点被观察对象 所以很多人都开始猜测蔡徐坤是不是 也减入到了什么不可说的事件当中 随后蔡徐坤方面做出解释 称之所以出现财产冻结的情况 是因为与前公司存在专辑版权的著作利益纠葛 前公司在和蔡徐坤打官司期间申请财产保全 这完全是正常的司法流程 与蔡徐坤个人没什么关系 紧跟着网友们就开始扒皮这个所谓的 著作利益纠葛之说了 其实吧,蔡徐坤这个是来龙去脉还是挺清楚的 参加了爱奇艺举办的选秀节目组团出道来住吗 后来这个团解散 蔡徐坤与爱奇艺的合约到期 两家也就散伙了 只是爱奇艺现实的财务状况很不妙 这才会揪着蔡徐坤补放 要知道爱奇艺在去年的选秀节目中 搞出了臭名昭著的盗奶事件 同时还启用了不少争议艺人 就是被扒出家里涉嫌HD业务的余景片 随后选秀节目就被叫停了 而选秀节目一向是爱奇艺的大头盈利业务 这么一来,他们也就损失惨重了 后续爱奇艺的迷雾剧场收视率也一般 在Wake和鹅厂的竞争下 不免就flop了下去 再紧跟着他们砸了大价钱投资 要邓伦和妮妮主演的叶旅人 结果大家也知道的 邓伦突然翻车 这个IP大概率无药可救了 这就导致现如今的爱奇艺 颇有点穷途末路的架势 基于此,他们才会和蔡徐坤撕起来 蔡徐坤这头嘛 他本来是想要逐渐转型的 甚至还想要退出蓝台的奔跑 把综艺节目录制 但是他作为绝对的顶流 圈中对家特别多 又和爱奇艺反目 处境也很不妙 现在他只能是抱紧蓝台的大腿 尽可能为自己找一个可靠的后路了 然后再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